朋友们好,我是李医生 清明后,雨水仿佛,温度升高 人体很容易积累湿热 就会导致肠热,肠道蠕动缓慢 还有排除功能下降 出现上火、便秘等等症状 便秘绝大多数情况下 是不会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的 但如果放任不管 可能会引起各种肝租疾病 长期便秘还可能增加 截止肠肿瘤的风险 又发现了血管意外 那中老年人群肠胃功能本来就比较弱 更需要多加注意 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妨多吃一些 帮助肉肠通便 养护肠道健康的美食 第一,萝卜苗 通便,立肠道 萝卜苗是冲天一宝 现在吃不解清热解毒 而且轻而不寒 那萝卜子发成萝卜苗后 既保留了清热理气的功效 又能通便,立肠道 非常适合老年人使用 也适合经常便秘的人吃 你一生推荐的萝卜苗吃法 凉拌萝卜苗 做法很简单 我们取适量的蒜蓉 少量酱油 糖、醋、香油 放到碗中搅拌均匀 将碗子淋在萝卜苗和洋葱丝上 拌匀即可 第二,丹龟加菊花 益气健脾,润肠通便 对于腐气不同的人群 也常有腹脏、胃脏、便秘的症状 这时候可以用通便对药 菊花加丹龟 你一生推荐的一道 通腐肠清茶 适合大家在家里调理饮用 做法如下 准备丹龟、白菊花、玫瑰花、白扁豆 各时刻 四种材料加水300-500毫升 在大火煮开后 转小火熬20分钟 待茶饮 这道茶有益气健脾 润肠通便 消肠到即时的作用 第三,葱笋 清理肠胃促进排便 葱笋有葱季菜王 味贯素食的美誉 中医认为 煮笋胃肝、微苦、性寒 有利酒鞘、通血脉、化糖咸、消食脏的功效 而且葱笋护寒膳食纤维 能够刮去胃肠的机制 促进排便 三针好味不如笋鱼味 你医生推荐,葱笋烧小排 那葱笋助消化、利二变 排骨益气氧阴又不照热 二者搭配非常适合胃肠机制 护胀、大便干燥、便秘的人使用 那做法呢 你医生就不多说了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区查看文字版 需要注意的是 笋中的纤维含量很高 容易腹泻的人 以及胃溃疡和胃肠粗血的人 不适合多吃葱笋 好了 朋友们 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你医生点赞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分享